国语有生善书 无极禅画院 南天虚原堂善书 皇母慈音 主著先佛为无极皇母大天尊 本堂主席观恩世将 盛世 今九月望日 母娘临堂 命本堂扶神十里外 命本堂成皇五里外公接一嫁 其余神人排班后嫁 嫁前九天玄女仙姑将 盛世 生命得之求其愉悦 才能将本性提升于最高的境界 幼世 母娘一嫁 神人俯伏 不得失疑 无极皇母大天尊将 益世 朱贤清及朱儿女免礼 十曰 秋风秋雨仇煞人 逾越心情尚可亲 生命全员无限尽 时光妙用最堪真 益世 娘以生命的逾越为题 免休朱儿女 生命的逾越 中国文字非常的有意义 由其字形上就可体会出其意义 向仇字是由秋雨心结合而成 人一旦有了仇心 心灵就已入秋 生命入了秋 就有秋风秋雨仇煞人的感受 人生难免有悲欢离合 得失容哭 不要老是沉溺于痛苦的阴霾里 也不要沉醉于得意的时光中 应该转变各方向 迈向真正人生的愉快 那才生活的有意义 心智才能逐渐地成长 因为不论是失意或得意 那是人生的偶然 并不是全然的 放开心灵 朝向真正美妙的人生 然如何转变方向 迈向愉悦呢 那得看朱儿女自己 如何用你的睿智去选择 如何地去安排与施行 真正活出生命力 神仙和别 旨在不生忧愁 心而生欢喜心 朱儿女何不免互之 本堂主席观恩师登台 盛世 生命是否能得到愉悦 全看如何地去拿捏 如何地去以自己的智慧 增强自身生命的光辉 不要总生活在痛苦的阴影中 失落一辈子 不论是在生活的各方面 都应该表现出积极的心态 使得生命更加妙用 各位善信大德您好 由于天使紧急 应赶紧行善度众 以气天心 目前 无极直辖全真堂正在募款兴建全真大道灵修院 期望众人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相关资讯可置无极 直辖全真堂网站详阅 喜欢影片记得按赞或分享 可以让更多人知道上天的用心 记得订阅以及开启小铃铛 未来会随时公布新的影片哟 感谢观看